你好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叫做《我和侦探伯爵》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9万字 我将会用20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你讲解书中的精髓 一名小学生偶然认识了一位侦探 并与其一起侦破了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连环杀人案 一谈到破案 大家可能都会感觉到紧张刺激 因为破案的过程往往非常跌宕起伏 充满玄机 在案件发生之后 从收集证据 形成证据链 到进行推理 做出最终判断 每一步都像是在刀尖上走路 容不下一点偏差 只有在紧张的氛围之下 完美地完成每一步 才能够最准确地还原案件真相并侦破案件 而我和侦探伯爵就是讲述一名小学生 和一位侦探从头至尾的破案权过程 其中所有部分都缓缓相扣 令人在紧张之余不禁觉得十分过瘾 再来看一看书名《我和侦探伯爵》 一看书名很容易让人认为 这是一部与贵族有关的作品 其实不然 作者森博斯 以小学生日记的形式 讲述了一起发生在主人公身边的连环杀人案 并细致描写了主人公与一位侦探的相识相处 以及一起破案的过程 其中穿插了主人公对于人生社会的思考 文笔细腻发人身形 而伯爵这个称呼只是这位侦探的外号 在文中也象征着他高尚的品格 这本书的作者森博斯毕业于名古屋大学 是日本小说家 推理作家 推理小说研究者 他的作品《冰冷密室与博士们》 《不会笑的数学家》等都受到读者们的喜爱 在他的作品中常常出现科学 数学等知识 还有一些人生哲学观 而《我和侦探伯爵》就是森博斯小说中 讲述人生哲学的代表作品之一 好 那介绍完了本书的基本情况 以及作者概况 那么接下来 我将为你来详细的讲述书中的内容 这本书采用了第一人称写作手法 以主人公辛泰的口吻对故事进行描述 在一开始从辛泰的角度 讲述了他与侦探伯爵的相遇 并写出了他对于侦探伯爵的感受和看法 此后又以一起发生在辛泰身边的案件为例 引出他与伯爵一同交流 一同破案的经历 最终经过细致的分析与调查 案件的真相水落石出 辛泰与伯爵的真实身份 也终于浮出了水面 故事中又有了一个较为圆满的结局 那么我们就从初识伯爵 与伯爵一起破案 谜底揭晓这三个方面 来具体分析书中的内容和精华 第一个重点是 主人公初识侦探伯爵 发现伯爵身上疑点重重 第二个重点是 主人公协助侦探伯爵 调查身边接连发生的失踪事件 第三个重点是 案件被侦破 主人公与侦探伯爵的真实身份 也被揭晓 好 首先呢 我们来看的是第一个重点内容 主人公偶然认识了侦探伯爵 发现伯爵身上疑点重重 小学生心太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个男人 身穿黑色西装 坐在秋千上 她的旁边还有一位漂亮的年轻女人 两个人似乎在吵架 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令人难以看透 出于好奇 心太忍不住停下 站在一边观望 年轻女人发现心太后就离开了 而黑衣人则走了过来 开始向心太搭话 她注意到心太帽子上有一枚灰章丢失了 并展现了简单的推理 推测徽章丢失在了心太回家的这段路上 虽然徽章最终没有找到 但是以此为契机 两个人开始交谈了起来 黑衣男人自称是一名侦探 正在附近进行调查 并让心太称呼他为伯爵 心太对于伯爵的事情非常的好奇 但是对伯爵并未吐露更多的信息 就同他告别了 在此之后 心太又多次遇到伯爵 每次伯爵都会向他讲述一个案件 第一个案件是一起金库盗窃案 现场情况显示 有盗贼通过挖地盗的方式盗取了黄金 但是由于黄金的数量巨大 隧道又极为细长 所以伯爵经过计算之后 发现盗贼是不可能用这种方式实施犯罪的 最终伯爵发现 所谓的盗窃案并不存在 一切都是银行因为濒临破产 害怕难以向公众交代而自导自演的骗局 这令心太大事已惊 并惊叹于伯爵多样化的破案思维 第二个案件是一起绑架案 受害人被绑在屋内 门从屋内被反锁了 但却没有任何工具或绳子出现在屋子里 让人难以判断罪犯的作案方法 这个案子使心太很困惑 但是伯爵却没有告诉他真正的答案 那通过这些交流 伯爵与心太逐渐的熟悉了起来 他在心太心目中的形象 也变得愈发神秘起来 此时的心太对于伯爵的感情比较复杂 一方面他对于伯爵的破案能力感到十分的佩服 另外一方面 伯爵有些怪异的说话习惯 以及行为方式 又让他感觉到十分的疑惑 同时在认识伯爵之后 心太也多次见到了之前与伯爵争吵的年轻女人 他似乎从上一次争吵以后就没有见过伯爵 所以一直在寻找她 伯爵称她为查尔弗拉小姐 并说她是自己的弟子 但是查尔弗拉小姐似乎对此并不认同 这也使心太感到疑惑 对他们之间的关系 以及查尔弗拉小姐的真实身份非常的好奇 总之对于心太来说 与伯爵有关的一切都非常的神秘 真假难辨 但同时 他又不由的被伯爵所讲的东西所吸引 与伯爵成为了朋友 在一般情况下 人往往会对自己未知的事物产生恐惧或疑惑 以至于不敢接近 然而由于心太年龄尚小 有一种孩童所特有的纯真 容易被神秘的事物所吸引 也容易对具有某方面能力的人产生崇拜之感 所以才会忍不住逐渐的接近伯爵 并由此经历了接下来的故事 好那以上的就是本书的第一个重点内容 主人公心太初时侦探伯爵 并且对其产生了很多疑惑 说完了这个 咱们接下来要说的是第二个重点 主人公协助伯爵 对身边所发生的一系列案件进行调查 在心太与伯爵逐渐熟悉之后 心太的身边发生了一起案件 他的朋友哈里无故失踪了 得知此事之后 伯爵决定对此展开调查 并要求心太进行协助 首先心太带伯爵去了哈里的家 并以找东西为借口 带伯爵进入了哈里家中进行调查 在哈里的家中 一切都似乎显得很正常 唯一令人感到有些奇怪的是 角落里的一张梅花A的扑克牌 但是这个并不能被看作是什么 有价值的线索 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碰巧遇到了刚从外面回来的哈里父亲 他左脚裹了绷带 用右手拄着拐杖 脸上看上去非常的吓人 在看到哈里的父亲之后 心太并未觉得有什么异样 而伯爵却认为他十分可疑 所以检查了他的轿车的车灯以及轮胎 但是并未发现关键线索 只好暂时作罢 在此之后 心太无意中透露了 他和几个朋友有一个秘密基地 于是伯爵要求心太 带自己到秘密基地继续进行调查 在秘密基地 两个人发现了一些最近出现的垃圾 这说明有人在近几天到过这里 同时还有一张扑克牌落在地上 接连出现的扑克牌 使心太有一些异样的感觉 但仍然难以得知其代表的意思 此外 伯爵还在基地附近 发现了一些大人的脚印 但并未就此对心太做详细的解释 在调查完秘密基地之后 伯爵提出与心太分头行动 他负责去向警察打探消息 心太的任务就是 向自己其他的朋友 打听关于失踪的哈里的消息 第一个接到心太电话的是小善 小善表示自己并不知道哈里失踪了 距离上一次见到他 已经过去了不短的时间 而后心太又询问了小赫 小赫告诉心太 自己在哈里失踪的当天见过他 并和他一起去了秘密基地 后来在秘密基地分开了 在电话中小赫欲言又止 似乎还知道一些别的情况 但是由于家长在旁 所以难以说出口 于是心太约他第二天 见面来戏谈 在向朋友了解完情况之后 心太和伯爵见面了 并交换了各自找到的情报 心太告诉了伯爵 自己朋友的回应 伯爵也告诉他 警方到目前为止 仍然无法对案件 做出进一步的判断 交换了情报以后 两个人一致认为 当务之急是与小赫见面 得到小赫所掌握的完整情报 于是心太第二天早早去了小赫家 但是却得知 一个小时之前已经出去了 心太对此感到十分困惑 于是独自去了秘密基地 想要在这里找到小赫 到达秘密基地以后 心太并没有找到小赫 但却发现了这里与他上次来的时候相比 又有了一些改变 地上散落了一些之前没有的烟头和杂志 正当心太继续专心寻找小赫的线索时 突然有一个扛着布袋的男人出现了 布袋里是一个小孩 小孩脚上穿的运动鞋 让心太感到很熟悉 男人似乎发现了心太 于是心太拼命地跑 不慎跌到了山崖下 值得庆幸的是 男人并未发现跌下山崖的他 但是当心太回去找自己逃跑过程中所丢失的手机时 又不小心中了别人所设下的圈套 被困在了网中 幸好伯爵及时地赶到 将他从网里救了出来 惊魂未定的心太 告诉了伯爵自己刚刚遇到的事情 这时他才突然想起来 那双似曾相识的运动鞋的主人是小赫 可见刚才那个男人所扛的布袋里 正是刚刚失踪的小赫 于是伯爵与心太一起重新回到秘密基地 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只小赫 遗落下来的鞋子 证明了小赫的确不幸遇害了 此外 在基地附近又出现了一张扑克牌 这次是黑桃A 这时心太回忆起了 哈里在失踪前 曾经询问过他 想要石头还是要树叶 但是这个问题 在当时显得过于突兀和奇怪 所以心太并未放在心上 结合心太所说的话 伯爵推断出 凶手想用扑克牌 来指代被害对象 从而完成连环杀人案 而哈里所提及的石头和树叶 可能就是扑克牌中的方块和梅花 由于哈里在失踪前 对心太说过石头与树叶相关的话 所以伯爵认为 凶手的下一个目标 很有可能就是心太 为了保护心太 伯爵将他送回了家 并且联系了警方 告诉了他们自己的推测 让警察注意对心太进行保护 此时的心太 相比于之前 心情更加复杂 原本以为伙伴失踪只是不小心迷路 却被告知很有可能是连环杀人案 这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 冲击是极大的 也不由得让他开始思考自己生命的重要性 扑朔迷离的案件 越来越神秘的伯爵 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威胁 这些因素使心太难以保持正常的心太 只能在不安与恐惧中等待着事情的进展 好了 以上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心太身边接连发生案件 他协助伯爵对于案件进行了调查 那接下来要为你说的是最后一个重点 谜底揭开 个人物的真实身份也被揭晓 心太待在家里躲避罪犯的时候 查尔弗拉小姐上门来探望他 为了得知案件的最新进展 心太偷跑出家门 与查尔弗拉小姐一起离开了 查尔弗拉小姐告诉心太 小赫与哈里的案件仍然没有进展 同时也向他透露了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情 他告诉心太 自己原来是一名小学的校奸 但是由于他所在的小学发生了一些杀人事件 造成了三个孩子的死亡 他感到十分内疚 于是就辞了职 加入了伯爵所创立的侦探社 查尔弗拉小姐的经历 使心太感到十分的吃惊 但是他心中对于伯爵身份的疑惑 还是没有被解开 这个时候 正在谈话的二人突然看到了伯爵的车 飞驰在远处一条小路上 正在追赶着前面的一辆卡车 他们立刻猜到伯爵可能正在追赶卡车上的杀人凶手 于是连忙驾车去寻找伯爵 想要助他一臂之力 然而虽然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但是仍然没能追上那辆车 只能无奈的停在一个分岔路口 不知道该从哪条路继续追赶 此时心太的脑海中突然浮现了和伯爵相处的时候 他所交给自己的破案思路 于是开始换位思考 将自己想象成罪犯 猜测罪犯可能会走的路线 然后按照那条最有可能的路线继续进行追赶 在追赶的路上 他们遇到了伯爵 伯爵告诉他们 犯人确实是按照这条路线逃走的 但是他在查尔弗拉小姐和心太追过来之前 撞坏了伯爵的车独自逃走了 于是伯爵也坐上了他们的车 与他们一起继续用猜测路线的方式寻找凶手 最终他们在一片废弃的工厂旁 发现了凶手的车 但是车上没有人 伯爵让查尔弗拉小姐去打电话联系警察 并嘱咐心太待在车上不要下去 然后便一个人去周围寻找凶手 心太并没有服从伯爵的安排 而是跟在了伯爵的身后 沿着伯爵所走的那条路 一直走到了凶手的藏身的小屋附近 躲在了一棵大树的后面 他看到伯爵从正面进了那间小屋 这时 那个他曾经在秘密基地见到过的人 出现在了小屋的后面 手里握着一只铁棒 正准备袭击伯爵 这使得心太陷入了不知所措的状态 如果他呼喊伯爵 使伯爵从小屋中出来 那么伯爵就会遭到袭击 但是如果他自己 去吸引那个人的注意力 以此来保护伯爵 那么他就有可能会被罪犯捉到 或者是杀害 在心太左右为难的时候 伯爵已经从小屋中走了出来 心太顾不上多想 赶忙大声的呼喊 让伯爵小心 伯爵得到了提醒 躲开了罪犯的铁棒 但是摔倒在地 这时罪犯又静止向心太跑来 吓坏了的心太 慌忙的逃走 跑回了查尔弗拉小姐的车旁 在心太和查尔弗拉小姐 一同与罪犯进行周旋 并快要被罪犯伤害的时候 伯爵出现了 经过一番搏斗 罪犯最终被伯爵制服 这时的伯爵 露出了与平时完全不同的凶狠的神情 他勒住了罪犯的脖子 只要再用一些力气 就可以将罪犯置于死地 这个情景吓坏了心太 于是他大声的同伯爵说话 企图让伯爵脱离这种癫狂的状态 最终伯爵松开了手 恢复了正常 警察这个时候也赶到了 带走了罪犯 一切终于结束了 这个时候 查尔弗拉小姐才告诉了心太 伯爵的真实故事 原来伯爵以前 在查尔弗拉小姐的单位工作 后来也是由于 查尔弗拉小姐同样的理由 离开了单位 创办了侦探社 但是与查尔弗拉小姐不同的是 伯爵的儿子是那次事件中 惨遭杀害的孩子中的一个 这使他更为痛恨凶手 而当年作案的凶手 与这次连环失踪案的凶手 正是同一个人 在抓到凶手的时候 他脸上的凶狠 是源于深深的仇恨 他本想杀了凶手 是心太纯真的呼唤 打消了他的念头 换回了他的善良 从那天后 伯爵就没有再主动 与心太进行联系了 案件的后续 是心太从妈妈那儿听说到的 当时他因为过于紧张 没有认出凶手 经妈妈一说 才知道凶手竟然是哈里的爸爸 他半年前就已经疯了 先在临省犯下了那起学校杀人案 而后又来到了心太所在的城市 绑架并杀害了哈里与小赫 不久之后 心太的父母为了表达谢意 宴请了伯爵与查尔弗拉小姐 在饭桌上 心太终于见到了 一直未露面的伯爵 在吃饭的过程中 心太终于得到了他心中 最后几个疑问的答案 首先被揭晓谜底的是 伯爵曾向他讲述的那起密室绑架案件 原来罪犯是用同一个 靠惯性转动的飞轮 连接了一根绳子来将门锁上的 由于锁上之后 飞轮仍在转动 所以绳子也就慢慢缠绕在了飞轮之上 因此现场没有留下痕迹 而后伯爵又告诉心太 自己当初是如何发现 哈里的父亲是凶手的 令心太没有想到的是 伯爵是从一个小细节发现线索的 在他们到哈里家调查 偶遇哈里父亲的时候 伯爵发现他包了绷带的是右脚 按照常理来说 一个人右脚受伤的话 会走路的时候 在另外一侧主拐杖 来辅助受伤的腿 但是哈里父亲当天用右手筑的拐杖 这就令伯爵开始怀疑 他是否为了隐藏什么 而假装受伤的 顺着这条线索 伯爵终于找出了真相 最后他们还探讨了 关于现场留下的扑克牌 所代表的含义 扑克牌A代表了 凶手计划杀害的三个孩子的名字 虽然这并不是什么有用的线索 但是却为整个案子 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那故事到这儿 本应该就结束了 然而结尾处出现了一封 伯爵写给心态的信 伯爵对于心态写的日记 进行了表扬 夸赞了他敏捷的思维 与敏锐的观察力 同时他提到了心态的真实身份 原来日记的主人 是一位叫伊腾勋的小女孩 心态只是他给自己 假想出来的一个男性身份 而故事中所遇害的孩子们 也全都被他改动了性别 事实上这是一起针对 女童的连环案件 伊腾勋为了避免提及 这起案件所涉及的丑恶 改动了细节 并加入了本不存在的 扑克牌的元素 在日记中描绘出了一起 与事实不尽相同的 无理由杀人案 故事的结局令人惊讶 也令人感慨于小女孩 伊腾勋单纯的内心 她稚嫩纯真的心灵 无法面对赤裸裸的人性丑恶 于是天真的用自己的语言 美化了整个案件 但正如伯爵在信中所说的 人绝不可回避 人性的丑恶 即使很难接受 也总要勇敢的 面对事情的真相 如果小女孩 可以在以后的人生中 勇于面对真相 同时也保持着 内心的那份纯真 那大概就是 最完美的结局了 好了那说到这儿呢 今天我们聊的内容 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我们所说的重点 首先我们说到了 小学生心态 偶然认识了一位 自称伯爵的侦探 他的身上有许多令人 珠目不透的谜点 在与这位侦探伯爵 接触的过程中 心态一方面 对于侦探伯爵 所展示出的 高超的破案能力 感到十分的佩服 另一方面 又对他的神秘 感到十分的疑惑 其次我们说到了 心态身边 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失踪案 侦探伯爵得知后 与心态一起 对失踪案进行了调查 他们采取了许多方法 收集情报和证据 但仍然没有成功破案 正在此时 另外一起失踪案又发生了 接连出现的案件 以及凌乱的证据 使得案件变得十分的棘手 最后我们说到了 侦探伯爵经过分析 与推理最终侦破了案件 他真实的身份 也得到了揭晓 原来他是凶手所犯的 另外一起杀人案的 受害儿童的父亲 在心态的纯真的感染下 伯爵没有报复凶手 而是将他交给了警察 此外 心态与受害儿童的真实身份 也通过伯爵的来信 得到了揭晓 事实上 他们都是女性 但是都被刻意的 描绘成了男性 最终一切结束了 主人公也重回了平静的生活